困不困万世千秋 求求求求爱化解 这万丈红尘焚乱勇不休 张额殿里所有婚庆的事物 已经全部摘去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没有人提警 也没有人提小妖失踪的事 小妖的生活变得和以前一样 不管是皇帝 还是枪炫 都表现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小妖知道不一样了 当她眺望天际时 即使看上一整天 也不会再看到 一只白鹤驮着颈翩翩而来 小妖顶上的侍卫更多了 枪炫肯定和佐尔说了什么 不管小妖去哪里 佐尔都会跟着 她安静到像是不存在 刚开始 小妖常常以为她离开了 可等她扬声叫 佐尔 也许头顶的树印里会探出一个脑袋 也许路边的荒草中会传出应答声 也许身侧的郎柱阴影中会冒出一节衣袖 佐尔 就像山林里的野兽一般 总有办法把自己隐匿在周围的环境中 小妖问起图山市的事 枪炫说 有些混乱 图山天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可那些长老也知道 图山天并不是井的孩子 都在各怀私心地耍花招 在各大士族眼里 图山市是块大肥肉 所有人都想吃一口 巴不得图山市越乱越好 都拼了命地在乱上加乱 在和井有关的事情上 枪炫从不主动提起 但小妖提起时 她也从不回避 她的态度 大概就像医师对待病人的伤口 既不去刺激 也不会藏着捂着 必要时 甚至明知道小妖会痛 她也会像割去腐肉一般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 她明知小妖 很忌讳人家在她面前说井死了 可枪炫该讲时 从不刻意避讳 小妖问枪炫 你方便插手图山市的事情吗 当然不方便 但那些士族就方便了吗 大家不都在暗地里插手插和吗 小妖说 只要我还活着一日 我不想看到图山市垮掉 枪炫问 你想怎么做 小妖说 图山天虽不是井的孩子 却也是血脉纯正的图山市 我想图山太夫人 不会反对让她继任组长 枪炫问 她的父母害死了井 你不恨她吗 小妖被枪炫的话词地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如果猴还活着 我会千刀万寡了她 可图山天 只是个孩子 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和我都是从小没有父母的人 知道孤儿的艰难 她又是那样不光彩的出身 活着对她而言很不容易 如果她不能被确立为未来的组长 只怕有人会动手除掉她 毕竟她才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 我可不想井哪一天回来了 再见不到她 枪炫被小妖的话词地沉默了一阵 微笑道 那好 让图山天做图山组长 小妖说 谢谢 枪炫在小妖的额头上敲了一记 你和我客气 是不是想逃打 小妖揉着额头说 别仗着你现在有灵力就欺负人 我不是没有办法收拾你 那你来啊 枪炫十分嚣张 小妖颓然 她最近根本提不起精神折腾那些迷药 毒药 枪炫揉了揉小妖的头 你整日这么待在小月顶上会带出毛病的 上一次因为锦儿痛苦时 小妖还知道自己给自己找事做 分散心神 可这一次她好像什么都无所谓 你派了那么多侍卫跟着我 难道我要带着一群侍卫满大街跑吗 再说了 神农山附近哪里我没去过呢 小妖苦笑 这就是活得太长的弊端 活到后来 什么都是见过的 枪炫说 不如这样 你去旨意开个医馆 省地整天胡思乱想 你放心让我跑来跑去 我可不想医馆 不是因为我的医术出名 而是因为医馆里有一堆侍卫而出名 我不放心让你跑来跑去 可我更不放心你这样子下去 侍卫的是 我会想办法 不用你操心 小妖 反正你闲着不如用自己的医术去帮别人解除痛苦 当年是谁慷慨激昂地说什么用医者之心在学习医术 小妖想起 井曾和她商量 在青秋城开个医馆 小妖微微笑越来 对枪炫说 好啊 我去旨意城开个医馆 正好可以查查究竟谁要杀她 这样整天呆在小月顶上被保护得严严实实 别人完全接触不到她 她也没有办法接触别人 小妖用自己的私房钱在旨意城开了个医馆 为了出入方便 她穿了男装 打扮成个男子 医馆里除了苗圃和佐尔 只有两个小妖雇佣的少年 小妖特意试探过他们 真的就是普通人 绝不会是枪炫派来的高手冒充 医馆的生意不同于别的生意 顾客很任医师 因为小妖没有名气 生意很不好 小妖也不着急 教两个少年辨认药草 还开始教佐尔和苗圃认字 苗圃跟在她身边多年 已经七零八落地认识了一些字 有时候小妖忙着收拾药草 就让苗圃去教佐尔识字 总能听见苗圃唧唧呱唧 训斥佐尔的声音 苗圃很清楚 看上去苍白瘦弱的佐尔有多么厉害 每次小妖让她照顾佐尔 她总喜欢翻着白眼说 谁敢欺负她呀 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在欺负佐尔 因为小妖的医术是真好 但凡偶然来过一次的人 就知道这个每日都笑咪你的少年 真的堪称药道病除 她的枕筋不便宜 可用的药材都很常见 很少会用到那些贵重的药材 毕竟 枕筋是一次性 抓药的费用才是大头 折算下来 并不算贵 渐渐的 附近的人有个头疼脑热都会来找小妖 小妖的医馆开始有了进账 小妖对佐尔和苗圃说 我终于能养得起你们了 苗圃完全无法理解小妖 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自己赚的钱 佐尔却放心地笑了笑 不再担忧自己会饿肚子 在佐尔眼里 只有小妖的钱才可靠 别人的都不可靠 除了担忧饿肚子的事 佐尔更大的担忧是小妖的安全 在她眼里 枪炫派的侍卫不算是自己的 都不可靠 佐尔问小妖 为什么你不追查谁想杀你 小妖说 已经在追查了呀 佐尔困惑地看着小妖 小妖笑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佐尔整日和面部表情 格外丰富地描迫在一起 现在佐尔的表情也多了一点 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小妖说 那人想杀我 如果不是为了利益 就是很憎恶我 如果有一个人很憎恶你 恨不得你立即消失 结果你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整天在她跟前晃来晃去 日子还过得滋润得不得了 你说那个人会怎么办 佐尔很痛快地说 我会杀了她 小妖无语地拍拍佐尔的肩膀 安慰自己 没有关系 继续努力 迟早佐尔会改掉这个口头禅 苗仆不屑地说道 那个人害小姐没有害成功 看到小姐回来了 肯定会寝食不安 密切注意小姐 小姐的日子过得越滋润 她越难受 恐惧加上憎恨 说不定她就会再次想办法害小姐 只要她行动 我们就能知道她是谁了 苗仆抬起下巴 高傲地看着佐尔 这就是陛下说的以静之动 你这样的蛮人是不会懂的 佐尔像以往一样 沉默不语 面无表情 但小妖相信 佐尔明白 在看过她出手后 苗仆还敢在她面前这么嚣张 苗仆也从来没不把她看成怪物 小妖微微咳嗽了一声 压低了声音 对苗仆说 这事我还不想告诉陛下 苗仆沉默了一瞬 坚定地说 奴婢明白 上一次小妖和陛下争论她的生死时 她就明白了 旧主和新主之间 她只能忠于一个 小妖拍了下手 笑道 好了 我要去干活了 咱们就等着看那个人能熬多久 一日下午 小妖诊治病人时 风龙走了进来 小妖对她笑了一笑 继续和病人说话 苗仆迎上前 招呼风龙坐下 左耳看似木然 却是将身体调整到了能瞬间发动进攻的姿势 待风龙喝完一碗茶 小妖才看完病人 病人离开时 边走边抱怨诊经有点贵 小妖一副生意人的态度 陪笑听着 不反驳 也绝不降价 风龙道 这些看病的人 如果知道为他们看病的医师 是修传 皇帝外经和 皇帝内经的大医师 肯定不会显诊经高 自从医书修成 全天下医师都交口称赞 虽然大部人压根不知道 这套医书讲的是什么 却都知道 是比神农本草经 更好 更全面的医书 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修转医书的大医师 被传的医术高超无比 一副药方价值千斤 还很少人能请到 小妖说 她的病不是疑难杂症 一般的医师就能看好 我的诊经的确有点高 她嫌贵 下次别找我就好了 风龙好奇地问 如果不是做善事 何必隐姓埋名开医馆 如果是做善事 又何必把真经定得偏高 小妖理直气壮地说 我的医术那么好 如果诊经便宜了 谁都来找我看病 我能受得了吗 再说了 我是不用靠着医术 去养家糊口 可别的医师需要 我不能为了自己做善事 断了别的医师的生路 还是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老老实实地做生意 大家都有钱赚 大家都老老实实地 过自己的日子 风龙笑起来 小妖的想法 永远和别人不同 她永远抓不住她的思路 也许真正能理解小妖的人只有景 可是 风龙的笑苦涩了起来 她说 屠山市的长老同意了 让屠山店继任组长 九位长老会一起教导 辅助她 在她能独立长势前 屠山市的事务 会由所有长老商议决定 我想 有陛下的暗中帮助 屠山市 可以熬到屠山店长大 这些事 枪炫已经告诉她了 小妖可不相信风龙突然出现是为了告诉她这些事 她默默地看着风龙 风龙说 今日 我和沈氏 江市的一些老朋友相聚 以前 他们就对我唯唯诺诺 现在更是我说什么 他们就顺着我说什么 我觉得特没意思 找了个借口就中途离席了 我只是随便转转 并没打算进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就拐了进来 景的是 我很难过 小妖垂下了眼眸 风龙说 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 觉得长大后 可以自由自在 干很多事 现在却总会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 景和猴好的让我嫉妒 我和猴都好动 却玩不到一起 每次我被师父责骂后 都会钻到警房间里 对他愤愤不平地谈我的宏伟报复 还有场那个狗头军师 老是和我针锋相对 每次也去玩 只要景不在 我们总会打架 我们一群臭小子打着闹着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场如今和我说话 总是笑容亲切 有理有结 就好像我是他的主顾 猴死了 景也不在了 突然之间 我发现 竟然再找不到一个一块 胡吃海喝 胡说八道的朋友了 风龙苦笑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这些 大概因为我以前总是一有烦恼就会去找景 和他胡说八道 今日竟然对着你也胡说了 你别嫌烦 小妖温和地说 只是借出一副耳朵 不会嫌烦 风龙站起身 说道 我走了 你 你不要太难过 日子还很长 景肯定希望你过得好 风龙觉得很荒命 小妖曾是他的新娘 他扔下他逃婚后 他以为自己绝不会原谅他 恨不得他一生凄惨孤苦 可没想到 现如今真看到他如此 他竟然也不好受 小妖送着风龙到了门口 不经意地问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开了一家医馆 王后随口提了一句 其实 新月不是随口提了一句 而是厌恶地提了很多句 这也是风龙不明白的地方 自从小妖逃婚后 新月就对小妖十分憎恶 张口闭口妖女 到现在他都已经完全不介意了 新月却只要提到小妖 总是厌憎恁无比 有一次竟然说 小妖像他母亲一样 是淫娃荡妇 咒骂小妖迟早会像他母亲一样 不得好死 风龙力声训斥了新月两句 新月却甩袖离去 风龙无可奈何 新月现在是王后 他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管束他 两人虽然是双胞兄妹 可一个是赤水士 一个是神龙士 一个在赤水长大 一个在轩辕城长大 他和新月从没有像猴和景那样亲密过 所幸 新月表面上依旧举止得体 并未流露出对小妖的憎恶 小妖回到医馆 静静地坐着 问自己 是新月吗 为什么呢 风龙刚才说 不明白为什么旧日朋友死的死 散的散 纵然见面也言不及意 客套敷衍 小妖也不明白为什么 当年她和新月曾同他而眠 曾一起为哥哥们打掩护 曾一同为枪炫担忧 为什么到了今日 非要置她于死地 左耳问 苗仆说她是赤水风龙 是她吗 小妖说 如果不是她太会演戏 我想应该不是她 是神农新月 我去杀了她 站住 小妖拉住左耳 严厉地说 没有我的吩咐 你什么都不能做 明白吗 要不然 我就不要你做侍卫了 左耳默然冷漠地脸上 好似闪过 委屈不解 闷闷地说 明白了 小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想起 像柳寿委屈的样子 又是好笑 又是心软 放柔了声音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不要老是惦记着杀人 侍卫和杀手不同 左耳倔强地说 杀了她 保护你 小妖头疼 扬声叫 苗仆 你给左耳好好讲解一下 杀手和侍卫的区别 苗仆笑嘻嘻地跑到左耳面前 开始了她的叽叽喳喳 在枪炫迎娶星月之前 小妖就离开了紫荆顶 从那之后 小妖再未去过紫荆顶 小妖再次站在紫荆宫前 宫人都不认识她 小妖拿出了皇帝的令牌 在宫人震惊的眼神中 苗仆对宫人说 是小月顶章俄宫的西灵小姐 宫人都听说过这位绅士奇怪 命运多喘的西灵小姐 更听闻过皇帝和黑帝陛下 都十分宠爱她 如今看到如同皇帝亲临的令牌 确定传闻无误 他们打开了宫门 恭敬地请小妖进去 小妖离开时 紫荆宫还有几分荒凉 现如今 已是焕然一新 一郎一柱都文采鲜明 一草一木都精心打理过 来往宫人络绎不绝 却井然有序 鸭雀无声 让行在其中的人 感受到了一种沉默的威压 不知不觉就放轻了脚步 平住了呼吸 收连长眼神 唯恐一个不小心冒犯了天眼 小妖微微而笑 原来这就地星月想要的一切 今日是三月三 中原的上四节 白日人们会去河滨沐浴 祭祀祈福 晚上则会相约于春光烂漫处 插柳赏花 上四节对中原人非常重要 相当于高薪的五月五 放灯节 枪炫对各族一视同仁 既保留了轩辕的重大节日 也保留了中原和高薪的重大节日 每一个节日 枪炫都要求官员 要依照各族的风俗去庆祝 至于百姓们过语不过 则听平自愿 紫荆宫内的飞瓶来自大荒各族 每个节日都会庆祝 可王后是中原人 上四节这一天宫里会格外热闹 枪炫为了晚上的宴会 下午早早去看过皇帝和小妖 就回了紫荆顶 在宫人的引领下 小妖走进了百花园 园内 清流眼映 林木葱龙 方格七七 百花绽放 由小径四通八达 与错落有致的亭阁 拱桥相连 步步皆是美景 西水畔 亭泻间 零零落落地坐着不少飞瓶 还有数位女子坐于花音下 居中放着一张高齿许的龙凤坐踏 枪炫和新月坐在上面 只不过枪炫歪靠着 很是随意 新月却端坐着 很是恭敬 众人正在听几个宫额演奏曲子 司主管弦 彩袖偏飞 看上去 一派花团锦簇 美不胜收 待曲子奏完 掌声响起 一个小妖不认识的飞瓶道 好虽好 但比起王后可就差远了 江平笑道 听闻陛下和王后 是在赤水湖上出相遇 那夜正好起了大雾 陛下听到王后的情曲 吹枭相合 人未见面 却已情消合奏了一曲 不如陛下和王后 今夜再情消合奏一曲吧 当年合奏时 还未相识 如今合奏时 却已是夫妻 可真是因缘天注定 有嫔妃跟着启红 要求枪炫和新月答应 有飞瓶 只是面带微笑 冷眼看着 还有两三个不屑的撇撇嘴 小妖让苗普拉助攻人 先不要去奏报 她站在花音下 悄悄旁观了起来 新月眉梢眼角似撑海喜 三分脑 三分休 四分喜 显然已是愿意抚情 枪炫却一直微笑着不说话 启红的飞瓶摸不准专项的心思 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冷眼旁观的飞瓶心中暗笑 唇盼的笑意渐渐深了起来 新月 视线轻扫一圈 脸朝着枪炫 羞涩地嚷道 陛下 快让他们别闹了 竟然一个两个拿我当情女取笑 枪炫含笑说 今日过节 既然他们要你做情女 你就坐一回 我陪你一起 看谁敢取笑你 飞瓶们的神情变换甚是精彩 新月眉目间都是笑意 机灵的宫额已经将情摆好 把肖奉到枪炫面前 新月轻移连步 坐到琴前 枪炫拿过肖 走到了溪水边 新月先拨动了琴弦 奏的是当日她和枪炫在赤水湖上相遇时合奏的曲子 枪炫吹肖相喝 四周寂静无声 只闻秦肖和明 一个潇洒飞扬 一个温柔缠绵 一个大开大合 一个小心谨慎 一个随意纵横 一个步步追随 倒也很和谐 小妖却想起了赤水湖上那自傲自惊 随性飞扬的琴声 敢和萧生比都较近 敢急急催逼 也敢怒而劣咸 新月竟然放弃了那样的琴音 选择了这样的琴音 小妖不禁叹息了一声 叹息声不大 可黑帝和王后在合奏曲子 人人都屏息静气 唯恐听得不够专心 唯恐显得不够恭敬 在寂静肃目中 小妖的叹息声显得很不专心 很不恭敬 枪炫和新月都微微醋眉 眼含不悦 视线扫向了花音下 小妖也知道自己失礼了 心里感叹自己果然是没有教养 尚不得大场面 她上前几步 念朝枪炫和新月弯身行礼 本是表示请罪的恭敬动作 可抬起头时 小妖想到只有枪炫和新月能看到她的脸 心念一转 却是对枪炫和新月做了个鬼脸 无一丝恭敬 更无一丝请罪的意思 新月的手一抖 琴弦断了 琴声咒指 恰好枪炫看到小妖 惊愕下也忘记了吹消 倒好像两人同时停止 谁都没显得突兀 枪炫定了定神 问道你怎么来了 小妖低下头 很是恭敬地说 外祖父种的樱桃 提前成熟了 知道陛下和众位娘娘在过节 特命我送一些过来 苗铺上前 把一篮子樱桃奉上 内侍接了过去 恭声听命 枪炫说 是祖父的心意 都尝尝嘛 内侍忙给每位娘娘 都分了一小叠樱桃 我怀疑了 我怀疑了